Coco早餐 然后这个Buzz Orange 就像我这种人就看得懂嘛 比较多政治啊 公共议题有关 非常谢谢你七点半到八点的 礼拜四这个单元 我很多朋友 因为他们不是学这个的 但是他们觉得受益良多 好这个 这个礼拜 今天你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个题目 就共享单车 其实这个以前 有一次我记得玉琳也谈过 而且柯P不是想推共享汽车吗 对 我今天想谈这个主题 是因为我觉得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已经越来越多人发现 路边多了一台不一样的 它长得比较不同 对 一开始 大家习惯看到的U-Bike 是橘色的车子嘛 然后台北市 其实现在非常的普及 也有很多其他县市也有 最近大家就发现 有一台黑色黄色的 黑色车体 黄色车边的一台车子 在越来越多地方看到 这个呢就是新进台湾的 叫做O-Bike 这个O-Bike是新加坡的厂商 那它是共享单车 但它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 它跟U-Bike最大的不同是 U-Bike大家要骑都会去找站点 就是说 我家附近有没有停靠租借的站 或是你今天要前往的地方 你公司附近有没有 这个O-Bike呢 是没有租借的站点的 我们在脸书上 这张照片吗 这个就是O-Bike 在APP上也有是吧 对 O-Bike长得比U-Bike漂亮 很多人一看到的时候 是不是 对 但是比较时尚 有很多人最近骑过之后 他觉得好像U-Bike比较好骑 U-Bike有变数嘛 这个O-Bike好像在一些单车的机制上面 也没有像U-Bike这么多 可是造型他确实做得比较时尚一点 像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是在那个 我去韩社爱美酒店去参加一个论坛 然后就在门口的一个那个单车的停车柱 上面看到停了这辆车 那当时他是停得好好的 我觉得这个摆在一个大饭店前面 看起来也蛮好的 感觉好像很环保 那但是最近呢 很多网路上的新闻 Facebook的留言 开始有人说了 他觉得这个O-Bike怎么到处乱停 因为他跟U-Bike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不需要停靠在那个 一个固定的那个 我们讲说站桩 为什么 他呢就是 他的设计就是这样 他的设计就是 他可以自动自己站的 不是站立的问题 是像扣姐 有没有骑过U-Bike U-Bike就是 你得要去找那个站 你要把他塞进去 你要把他卡进去 然后透过感应的方式 又有卡感应去把那个车解锁 或是你还车的时候 要把他再锁回那个站点去 这样才代表你已经骑完了 然后还了车 这个O-Bike呢 就是他不需要停到特定的地方 你今天你只要在路边看到他 或者你在APPAPP上面搜寻到他 你就直接 假设你之前已经开通账号之后 你就用你的APP去解锁 App上的有QR Code滞留的 对 你就可以开始骑他了 然后呢 这个much这个convenient 这个 对 那个U-Bike 对不起啊 U-Bike大家都会想说 如果假设今天我家附近 或是我公司附近 没有的话 我还是得要 骑到一个地方挺好 再走一段路 对啊 那这个O-Bike呢 就是你随借随停 那谁把它收回来 OK 扣姐你就讲到了一个 外星人 重要的问题了 还是机器人 他的理想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量非常大 你可能到处都看得到 你就非常方便 随手有人借 随手有人放 对 但是也因为他的这个方便性 就衍生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这也是在这一个 我觉得在这一个礼拜 发效的特别厉害 因为我自己在我的Facebook上 就看到好多人在讨论 然后譬如说 有人就讲 他说 他家附近本来有很多机车停车格 突然间都停了好多的O-Bike 所以他觉得他占了 他的机车停车格 对啊 这样子O-Bike应该是违法占用啊 可是本来也没有说 单车不能停在机车格上 这我就不是很确定 大家就会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说 到底单车可不可以停在 机车停车格 O-Bike他是合法的进来台湾吗 他理论上就是一个企业来台湾 然后是有成立公司的 他是用租人的方式 对 他是让你用App去接车 那当然大家就提到 因为现在共享经济大家难免就会提到很多后续的问题 譬如说 什么有没有纳税啦 有没有保险啦等等这些的 这些问题就最近就开始引起大家的讨论了 那刚刚提到的第一个是停车的问题嘛 就是他有没有比如说占用到原本机车停车位 那当然更严重的是 如果你如果整整齐齐的停在机车停车位上 那还好 有的人会说 他好像就随便被丢在路边 比如说他可能有人骑到自己家门口 就随处一丢 那其他人就会觉得 你这样好像影响市容啊 那当然过往就算你没有这个O-Bike 如果是自家的单车 你也有可能会随便停 但是当这个数量一多就引满 难免会引起民怨 像其实共享单车在中国大陆 从去年开始非常非常的火热 但他就影响 他就产出很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可能有人 他因为觉得这个单车停在我家门口 影响到了我的动线 所以呢就有人把这个单车 就丢在树上 会丢在河里 这是中国大陆的有一些这种 新闻 就说共享单车因为数量太多了 然后已经影响了这个市容的整齐 这是第一个 然后刚刚我们讲说 有人觉得他占用了机车停车位 那再来还有人说 比如说他的第一站来到台湾 是先进花东 当时的一个理念是说 花东其实也希望推展一些 比较更环保的 然后更国际化的一些 这种交通工具 那因为Obike是新加坡的 这个品牌 他是老板也是新加坡人 他是新加坡商 他是新加坡的企业 那当时就觉得 如果我把他引进在花东 可能可以吸引更多 国际的观光客 然后在花东旅游的时候 是用骑脚踏车的方式 去感受这些观光景点 但就引发了当地的一些 单车租人业者 我们去花东玩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那种 他们生意送几样了 他就觉得说 我本来生意可能也没很好 就现在又有一个大的 这种国际品牌来 那我的生意就被影响了 因为它很便宜 它15分钟只要2块钱 所以他用一个非常低价的方式 这跟Uber所造成的这种竞争排挤的问题 是一模一样的 对 所以呢 这在进台湾之后 其实坦白讲才很短的时间 他其实也不过就这一个月 才进到双北市 那我们的政府有注意到吗 你们的研究结果 最近呢就是已经开始有一些 不同地方的议员 开始在质询的时候 就开始质疑 就说比如说包含了 他的在合法性的一些问题 或缴税 这是其一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些地方政府 如何因应这种新形态的共享经济 去制定出一些管理的规则 好比说停车有没有一些限定 骑乘停放的地点有没有限定 或者是说如果他今天随便停放 随便被弃职在路边 对 有没有政府单位是怎么样去 比如罚款啦 你是罚业者啦 还是是去罚民众啦等等 其实有很多 因为共享经济而产生的一些新的法规 是必须要被提出来关注的 这个Obike他在台湾也有公司吧 他有没有在落地 应该理论上应该是要有 那这个问题就跟Uber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的共享经济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出来 这是我们的问题啊 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现在共享经济是一个就是全球最新的趋势了 而且看起来是有点势不可挡 因为越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 各式各样新的共享经济出来 那尤其是这种只要跟交通有关的 对 它会很直接就影响到大家日常生活 所以相对应的那个政策真的是会需要 比如说像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谈了 像英国政府 他们就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 专门就研究共享经济 所以它里面的组成 甚至他还希望说政府单位的某一些资源 也要有共享经济的概念 好比说假设我有一个政府单位的一个会议室 我也应该要共享出来让大家可以租借等等 那他们因为已经开始很正视这个问题 所以就会去制定去研究一些相关的法令 来做不管是规范也好 或者是让这个新的经济形态可以符合现在的生活 那台湾政府确实也应该是要在这个议题上面 其实应该要多做一些相关的关注 这应该是经济部行 科技部所有的部会 这跟交通有关吗 对 很怪那Uber的问题当Uber的执行长已经这个辞职啊 什么那是他们家的事 可是共享经济这件事情在 这个政府已经执政一年多了 而且还有一个科技什么数位的这个政务委员嘛 唐凤 可是政策还没有完全出来 甚至于连那个交税的问题 都还一直卡在那里 去年底不是他们都来开会了吗 对不对 海外的这个所得 就是他们这个这种分享经济的境外公司 像Google 像这个Yahoo 像这个Amazon 像Facebook 他们在台湾下单的这些广告要不要收钱呢 Uber这个台湾下单的这些消费要不要怎么样交税 因为他透过credit card嘛 对 这个营业税现在都没有收到耶 因为他是直接 他是直接刷到国外的公司 这问题还没解决啊 还没有解决 我们这波很忙耶 年轻改革快做完了 这些事可以做了吧 7点44分18秒 除了OBike 所以贝宜提醒那个OBike的问题 以后你到街头上看到那种 黄色白色跟黑色 它主要是黑色 对 美主的这个脚踏车 它如果在街头上 那你可能会注意到 原来它就是OBike 那它不怕被人家偷走嘛 这又是它的另外一个问题 好怪哦 这个新加坡商很奇怪 像在中国大陆啊 它的失去率 有些城市非常的高 那它的这个脚踏车制造商 不是台湾的有名的这些制造商 OBike应该就不是 不是上UBike UBike是杰安特吗 UBike是绑杰安特啊 对 但是因为UBike很成功 所以其他的县市政府 其实希望做啦 你像花冬的话 因为他们本来没有UBike嘛 所以你有OBike去对他来讲 我看到台东市政府 他们接受访问也是这样说 对不对 而且因为UBike是得要有固定的站点 对 OBike可以随时 而且你国际观光客来 立刻就可以那个 就可以直接使用 对 用UBike的国际观光客 它还要去绑这个信用卡 对对 它要去那个站 它要上UBike的这个站去登记嘛 对不对 OK好 那除了OBike之外 还有 还有 共享汽车 Zipcar 这些问题 我们的这个 等一下我们跟那个 立法委员们打个电话吧 你们余婉如啊 徐毅仁啊 这几个 再加上经济委员会的 哦 因为现在这个政府 也很奇怪 好奇怪 喝尽我高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这个OBike 在台湾所发生的问题 也是这个 酒拉车被到处来冷 然后被提醒我们的 这个政府当局的 要面对的共享经济的问题 不是Uber的执行长辞职了 或是Uber离开台湾 你们就眼睛一闭 啊问题没了 结果问题还在呀 因为还会有很多 不同的新的共享出现 好这是OBike的问题 但是这个OBike老板 也很奇怪 没有站桩的这个单车 然后失窃率很高 OBike在台湾失窃率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他才刚来 来一个月 台北才刚来一个月 然后前一个月 是到花东 花莲台东 那后续他的失窃率 大家其实在说 要看考验一下 台湾人的这个功德心 因为在中国大陆 过去这一年 非常非常的火候 大陆搶单车的这种 对大陆有两大公司 一个是叫做OFOL 另外一个叫做摩拜 这两家公司 在这一年内 就已经受到创投投了 大概有四亿美金这么高 大家都非常看好 四亿美金了 那一百二十亿台币 然后投资他们啊 对 OBike那么赚钱啊 类似这种共享单车 大家看好的是说 因为他们呢 你要开始租之前 你要付一笔租金 然后这笔租金 就像以前 以前大家办悠悠卡的时候 要付一百块的那个押金一样 对是押金不是租金 那光是这一大笔的押金 押在那边 他们等于就有一笔资金 好像 大家形容说 好像那个 保险一样 就是你收到了一大笔钱 那这笔钱对那个公司而已 他其实就有一大笔的现金 在那边 那他们呢 可是你也要有单车的成本啊 对 所以呢 其实他前期的投入非常高 因为你一开始 你得要布非常多的单车 在一个特定点 所以后来中国大陆就有 雨后春笋班的 在很多各个的 不同的省份 就有当地的这种 比较小规模的 他可能是说 我一开始就布了 买了一千台车 可能先丢到某个大学里面去 让学生在里面骑 但是因为 这个前期需要很大的 投资规模 第一个你要买车 你买了车之后呢 车子会需要维护 因为它很容易 损耗啊 甚至被破坏 所以我昨天就看到了 一个新闻 大陆在重庆有一间公司 它也是这种共享单车 它才上 好像才开始 几个月而已 不到半年 它就倒闭了 因为它有九成的车子 都不见了 就被人家藏到家里村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U-Bike 这个还是比较符合人性 人性虽然本善 可是你不要去引诱人家 这个是引诱人家犯罪 这个是共享经济 其实交通反而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现在看起来交通很重要 因为大家 有人是一起共享 一起吃饭 对不对 一个人 两个人 五个人一起吃饭等等 有很多的共享嘛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 这个运输跟这个 这种东西是比较实际的 对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 新进台湾的是Zipcar 哦真的啊 Zipcar已经进来吗 对 那那个科匹不是要搞 这个共享汽车吗 Zipcar在六月初的时候 就正式开了一个记者会 Zipcar.com 国外已经是 欧美已经是很多年的公司了 然后他第一次进军亚洲 就进了台湾 那这个共享汽车 就跟Uber这种不一样 它是你就等于是租车 你随时你自己 以前大家要租车 可能就是去租车公司 你现在呢 就上这个Zipcar 你可以查 在你附近的一些停车场 这有司机吗 没有 哦自己开车 自己开 然后呢 你就先在线上app里面预约 预约好之后 你就到这个停车场 直接用app一样是解锁 解锁完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开这部车了 然后他会算 就是说你可能是租一个小时 或是租一天 有一定的费率 但他的特色是 他现在不能够假地租以地还 所以呢 假设我租了之后去开 我可能可以开很远没关系 但我得开回我原本租车的地方 去还车 所以当然 他现在的限制比较多 但有我们刚刚的例子 也可以听出 一开始的限制多 其实在管理上面 也相对上是比较好管理的 那因为他是一个租车的形态 所以他的车型也不会只有一种 好比如说他其实 他就像我们一般传统的租车公司一样 你可以有那种很小型的 适合你去可能观光使用 或者说你 以后你自己就不养车了 如果你发现你家隔壁的停车场 就有这个zip car 你可能就是偶尔需要用车 平常可能就搭捷运啊 大众交通工具 那你偶尔需要用车的时候 你去租一下 去买东西 去载货 或者是商务人士 你要去载客户等等 或者是一个business trip等等 都很方便 你就不需要养一台车 所以zip car是停车场那边有车 我去借了 然后我再去还到另外一个停车场 没有 你得要还回原本 原来的 就是哪里借哪里还 目前的模式是这样子 他未来当然也有可能是 发现就是说假地租以地还 对 那他的形式呢 就更多元了 就是说他不会只有一种车型 所以有可能是那种 像那种乡型车 比如说方便有些人 他可能要再送货物等等 那到底这个zip car 跟一般的租车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台湾有那个啊 什么格啊 什么的 很不错啦 他的差别就是 格上 他的差别就是 你就不用透过人 他就是完全 所以他租金应该会比较便宜 他现在的租金公布的是 他一小时的租金是 250元 对 就是最基本的车型 租一辆车应该不会只租一小时啊 然后他的 如果是你租一天是2500元 如果我以我自己以前租车的经验 比如说我可能坐火车坐到花莲 然后去当地租车 我记得是不是一般可能都要租个半天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在机场租车 我到了一个地方 在机场在火车站租车 然后我去用一天 然后再把它开回火车站还它 然后我再坐火车走掉 对 这个所以这个Zipcar是 它Zipcar的是美国公司 它是 因为他们找葛仲山说他住在纽约嘛 就是那个饶舍歌手 说他常用Zipcar嘛 对 它是哪一个国家的 我不确定 我还没注意过 这也是用手机绑这个信用卡 对 是用手机 总而言之 这个交通工具已经变成 以后可能大家就可以 共租一台 一台那个公共的汽车 我们招啊招啊 等一下在某个点 有几个人要租车呢 好 我们在这边集合 集合我们一起去开一辆车 恭喜你讲这都是真的 像现在台湾还有厂商出 共享摩托车 这是台湾本土的厂商 是一个创业团队 之前我们Tag Orange 有直播访问过他们 叫Wemo 那他其实台湾的光阳 就有转投资他们 那他的理念 就是因为台湾摩托车很多嘛 他就说你今天不用 每个人都买 你也可以用app去租摩托车 租了以后我带你走啊 然后你付多少钱给我嘛 这不是挺好玩的吗 但是这一切 这个背影很客气啦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一切政府的政策 都还没有对策 没错 他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一些问题 是需要被处理面对的 好吧 那新增员加油